跳猪有多大 为了直观感受 康康上手了一只捕鸟猪 但是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不下去了 兄弟们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只小跳猪 我先把这个打开 拿出来抱着 这是面包虫 这个才是小跳猪 这也太小了 兄弟们 这也太小了吧 这是一只成佛跳猪 现在是七零了 要想成体 还得推两三次皮 当然 康康为了养它 也做了准备 这是他准备的 亚克里饲养盒 然后我们先给他 选一块小沉木 放在里边 供他攀爬玩爽 我来到我们这块的选择区 这个都比较大 这块应该差不多 然后这边都比较大 那我们就选择 这一块吧 好下面我先把这个 小木棍放到这盒子里边去 进去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可爱的小跳猪 我们样是蜘蛛 跳猪只有这么大一点儿 然后我们的捕鸟猪呢 有那么的大 我想把他们俩放到一起 做一个对比 那么首先 我得挑一只捕鸟猪出来 干 放到我手上的 我们来挑一下吧 牛啊 蜈蚣 这些蚂蚁 这些都不太行 然后 这家伙还在吃东西呢 这饭量真是可以 所罗门不行 太暴躁 这边的蓝银八部呢 钻进去了 金属蓝会要我的命 不干 我们再看一下 蝎子也不行 这么多蝎子也不行 白棋头也不行 太凶了 还个粒子巨人八部 独行太大 这哥们也不行 太暴躁 跳猪是个神经质 孟欢也不好对付 黑白角 哦算了 他跟白棋一样 巴拿马 我也没见过 哎 你们一看就知道 这家伙不好惹 撑八部 嗯 剩金子了 两只金之间 哪一只可以 对比呢 首先 这个抹的不行 抹的还没成体 而且一般抹的脾气大 弓的呢 成体了很久 但是没有交配过 我估计他有点压抑 但是跟其他比起来 好像就他还能好点 嗯 要不我试一下吧 兄弟们不瞒你们说啊 拍这期视频之前 我还在群里面问了一下小伙伴们 他们说没事 但是这只进时间太大了 我这有点害怕呀 兄弟们啊 我有点害怕呀 这这家伙身上的毛毛刺很很明显的 其实今天主要对比一下 这两个差距有多大 一个这么小一个这么大 哇 这个家伙身上好扎呀 金之间 你们喜欢吗 哎 不好 他的牙好像出来割到我了 牙有点大事不妙 兄弟们 刚才某个瞬间 我看到他自牙了 我有点害怕 我得把它放下去 让他自己往上走 他抬腿了 你知道吗 就就就很 有点紧张 怎么把他搞下去 还把他惹急了 因为刚刚他确实刺牙了 这给我一口 我就感觉要要要要要要 那啥 哎呦我去 是不敢动啊 一动就抬腿 他现在也不走 也不不好 咋成 你们看他的毒牙缸 已经刺出来了 这是扁在我手上了 现在 这家伙已经成体了一年多了 然后 嗯 也没有交配过 我感觉他有点抑郁 压抑了很长时间 你看皮股上毛子皮没了 皮肤也挺大的 呀 再怎么整啊 我看老抬腿 我害怕他抬腿 他抬腿一般就是有点 有点觉得不按的时候可以抬腿 这有时候又容易攻击我 你看 你看 他手搭上去了 好 哥 我再不让你上手了 好好好 好好好 哎呦我天呐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那进去吧 老伙计 你这是 修有点抱呀 对到你这里面休息去 对 那进去吧 千万不要觉得我怂啊 虽然养了这么多猛虫 那么多有毒的 但是我对他们每一个都怀有深深的敬畏之情 我是很少很少上手的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关注我哦 点赞 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